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举就是在越南在台湾都有的 那选举越南语叫 某格 那我们第一个字要学的是 某格 那去选举的人就要做那个投票 所以投票在越南语叫 某票 某票 那候选人的话我们叫做 某格远 任何的那种选举的那个候选人我们都可以叫 某格远 那这次台湾的选举就是总统 副总统 跟立法委员的 所以我们得甥边学一下 と等同 就是总统 佛董 董 董 就是总统 佛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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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副总统 总统 总统 dook 还有选一个叫做立法委员 那立法委员在越南没有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字 就是找出来的相当的词语 叫做与编越立法 与编越立法 那在台湾除了要选总统副总统跟立法委员之外呢 还有大家还有去选的是什么 议员对不对 议员的话就我们可以叫做你编 你编 然后再选议员的同时也要选市长 县市各个县市市长 县市首长 那我们这边就学市长叫做替准 替准 这几个就是在台湾跟在越南的词语用不太一样 那越南会用什么 越南我们只选那个国会代表 这个是越南的国会的情况 那国会代表叫做代表国会 代表国会 那除了国会代表之外 我们也是选人民委员会代表 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那个层级的那个地方 议员的像台湾一样 就是民代的 我们叫做代表会 就是民民委员会代表 就是民民委员会代表 就是民委员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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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好,那一样的如果有学到词 我们应该也可以学一些句子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常用句子 常用句子的话,来第一句 我想大家都会,这几天都会问吧 就是这次选举你会去投票吗 那如果要用越南语问的话 你会怎么问呢 我们就可以用 好,那如果是有选举权的话 当然就可以回答咯 就是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当然要去啊 那越南语怎么说 越南语可以说 这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当然要去啊 但是如果问我 我就只能这样回答而已 我很想去 但是我还没有投票权啦 因为我还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只能回答这么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我很想去 但是我还没有投票权 那我在越南的时候 也只投了一次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选举是民主的重要的指标 所以一定要参加哦 那越南语怎么说 那越南语 我只能去选举权利 你会去选举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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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1月11号要去投票哦 我很想去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 那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教 也如果喜欢的话 再订阅 然后或者是分享 让我有更多的动力 可以再做更多的 那个越南里的教学影片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